你没有仔细去观察的话 我们可能因为这样 就束缚掉这个甲状腺低能 关于甲状腺低能 你只要早期的发现 那么可以预防有很多的 就是它的病发生 甲状腺低下 不只是老年人的问题 是的 你没听错 甲状腺低下 不是仅仅老年人才会遇到的问题 年轻人 孩子甚至孕妇 都有可能面临着一健康挑战 在我们的了解甲状腺低下中 层默仁医学博士将揭示 这一疾病的多面性 并提供专业建议 帮助不同年龄层的人群 应对甲状腺低下 无论您是担心自己 还是担心家人 这一集节目 都会为您提供实用的指使和建议 千万不要错过 您的健康不能等 你有问题 我没有答案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天下纵魂谈指有问必答 今天我们要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甲状症低能的状况 甲状症低能呢 有没有可能发现到 今天你的头发特别干燥 其实你特别想睡觉呢 这些都是刚才曾医师告诉我的 先让我们来请问一下 曾慕仁 曾医师 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的功能 第一下 曾医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曾慕仁医师 我是内科医师 那刚刚主持人已经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已经把它解释出来了 就是我们要谈的呢 就是甲状症低能 那甲状症低能呢 当然还有些 它的症状呢 有对我们来讲 一般来讲可能没有什么 但是呢 你没有仔细去观察的话 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因为这样 就舒服掉这个甲状腺低能 那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 就是说会有四岁 没有错 会有四岁的问题 然后呢 头发就很容易断落 那会脱落等等 那指甲呢 有可能因为呢 比较脆弱 会有断裂的这个问题 好 这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 就会觉得很疲倦 很没有精神 虽然你睡够了 七八个钟 以后呢 你还是觉得很没有精神 觉得说我的能力 到哪里去了 那另外呢 会叛能 好 那四肢无力 那人家就是说 触摸你的身体的时候呢 就会 怎么会这么冷呢 这些都是属于 这个甲状腺低能的 那另外一方面 那除了就是说 我刚刚提过的甲状腺呢 会体重会增加 然后呢 会有便秘的这些问题 那对于你性来讲 我们常常会看到呢 就是它的液晶呢 会变得非常的不正常 那过去可能都 我都好好的啊 那为什么现在突然的 你这个液晶有可能就会 会试掉 就是会跳着 失败掉很多 那这些都是有可能 都是这个甲状腺 这个这方面的 低能这方面的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脸部这方面 就是我们这个眼皮下面呢 会有敷肿的现象 或突然的我们的 整个身体 我们的眼睛会觉得 我们的脸呢 会觉得突然会肿 为什么 这些都可能我们都要考虑在 这个甲状腺的这个 低能的之下的 那么甲状腺低能呢 应该也是有药可以医的吧 甲状腺低能 它是有药可以医的 所以我们 我们的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太幸福了 我们就大半的这个疾病呢 都有药物呢去处理 但是呢 关于甲状腺低能 你只要早期的发现 那可以预防有很多的 就是它的并发症 那我这边要特别 很快地要讲 这甲状腺低能呢 它的这个诊断的方法 非常的简单 你就到医生诊所那边去呢 它帮你检查 你的甲状腺刺激荷尔蒙 那再检查你的甲状腺激素 甲状腺荷尔蒙 T3、T4 就这些 然后再一些检查 我们一般的肾功能呢 再检查我们一般的 电解质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我们验一下 我们的这个血红素的问题 等等这些 大概就可以知道 所以说这个人 他有没有甲状腺低能 那甲状腺低能 就是它的甲状腺的刺激荷尔蒙 会变高 那当然它的刺激 它的甲状腺的这个荷尔蒙 就会比较低 为什么 因为本身我们甲状腺呢 它已经 它的作用比较少了 你再给它多少的刺激激素 刺激到你的甲状腺荷尔蒙呢 甲状腺的器官呢 它没有办法去运作 为什么因为它的功能已经丧失掉了 所以它的核酶就会比较低 那关于它治疗方法非常简单 一旦我们发现到说 我们的病人呢 他有这个问题 我们就给它药物 药像一般我们常听到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药物 一天一定要吃一次 它的副作用也不是那么多 那你早期的去做诊断 早期做治疗 那你可以避免很多的这些病发症 原来是甲状腺如果是低能的话 会有很多的病发症的 所以如果要小心的话呢 就要从你身体上面的表征来注意到 有没有发现到最近真的是非常的适睡 会不会觉得脸上面有一点浮肿 甚至是体重一直在增加呢 还是好好跟你的主治大夫 或是家庭医生好好的聊一聊 到底身体上面有什么样的状况 就算是简单的荷尔蒙 对身体也有很大的影响 没有问题我们有答案 感谢您收看今天 天下综合谈之有问必答 当然也欢迎您在我们的 YouTube频道SkyTopUS 以及有问必答的脸书上面留言 让我们从探索各个生活面向 提升智慧还有生活品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郑慕医师 内科医师 职业已经有二十三年了 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 有需要医疗上的帮助的时候 可以到我们诊所来 我们一定会爱心地耐心地照顾您 谢谢 你有问题我们有答案 欢迎来到天下综合谈之有问必答 从日常生活的大小事情 到社会热点话题 我们邀请各行各业的资讯嘉宾 和你一起以不同的角度 来思考和讨论 你有问题我们为你解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